眼神銳利 瞄準目標 29歲的台灣射擊好手李孟遠 舍度進軍武漢殿堂 出戰巴黎奧運射擊項目 男子定向飛把 一路過關斬將 勇奪銅牌 成為台灣第一人 也是台灣奧運史上 首面射擊獎牌 我先進決賽嘛 當然是進決賽之後 然後進決賽那個張力氣如心就出來了 出來之後當然就是拼音樂上的 氣勢十足的他堪稱是神射手 資格賽首日先以總分74分 排名第三 第二天射出總分124分 不僅破個人生涯最佳記錄 也追平奧運記錄 在所有選手中高支第三名 成功摘下決賽門票 而決賽可說是戰況焦灼 一開始前幾輪維持好手感 然而最後兩發失誤 落後在兩位美國選手之後 最終以45分作收 奪下銅牌 不過依舊締造台灣射擊 歷史紀錄 不緊張騙人的 對啊就是我看能不能把緊張 轉換成興奮 轉換成一個挑戰 雖然是以地捕方式 取得巴黎奧運資格 不過李孟遠成為大黑馬 為台灣射擊史卸下心業 那就打吧 不然怎麼辦 全力以赴 而他其實是資深國手 謝志培之子 16歲就入選國手 出戰廣中亞運 被稱為射擊金童 更是台灣取得男子定向飛把 奧運資格的第一人 如今光榮拼下獎牌 成為台灣之光 TVBS採訪團隊 法國巴黎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